头顶白木装饰 走在白木林雪地中 全是森林的主人 画面冰冻唯美 宛如明星宣传照 这是大陆塔河县文旅局长都坡 亲自穿上恶伦春族的民族服饰拍摄宣传片 拍了将近两个小时 虽然视频只有十几秒 一下二十几度的气温 我当时这个胳膊是动到马 不过影片一出却引来部分网友质疑 这根本是花公款在拍个人宣传照 多伯解释 拍片没有花到公款 有网友讨论才有流量 其实有一些不理解的声音呢 就是你这不就是在作秀吗 谁大冬天穿这样的衣服呢 整个作品的播放量达到九个多亿 这九个多亿对于我们塔克来说 就属于赠品 大陆文旅局最主要就是负责推动宣传当地观光 为了能吵着话题 不少地方官员都拼了亲自下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伊犁昭苏县 天马文化园 每到冬季天马文化园将上演雪地外马奔腾 副县长贺娇龙身披红色斗篷 骑马在雪地奔驰英姿潇洒 还有四川甘孜州道福县文旅局长 陈泽多吉更在宣传片里扮演太空人秀英文 好几名地方官员想噱头抢曝光拍片 也让大陆民众笑说这年头 每一点才艺都当不了文旅局长 东三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道 是不遗이슨搞的 警官员想上报道